石门区有一座路桥一事日前 因为厂商工程的需要造成木桥 这个路桥目前产生了裂痕 导致民众行走有危险 针对这个问题 其实区公所从去年8月份开始就封桥了 进而也造成长期仰赖这条路桥的农民 在通行上的不便 因此有议员就发起了会刊 要来帮助农民检视这座路桥的问题 希望能够找到影响耕作最低的一个办法 石门区阿里老二号桥前年六二大雨之后 因为工程的需求 厂商将桥体吊起后放回 疑似也因此造成桥体有裂痕 在巡检之后 甚至发现桥体还有钢筋外露的情形 可能到民众行走将会有生命安全的疑虑 因此公所也特别在去年将桥来封闭 不过邻近的农田农友都仰赖这条桥来通行跟座 感到是相当的不便 而市议员正愿也为此发起的会刊 希望找出方法 将对农民耕作的影响降到最低 我们这个阿里老二号桥 之前因为六二水灾 在抢救的工程中 又把这条桥吊起来放在旁边 那再放回去之后 其实有一些冲撞的力道 让这个桥的护栏 有一点裂缝 那今天我们来召集会刊 就希望确定这条桥 它还有办法可以通行 在会刊的现场邀请水利局公务局 来到现场评估桥体的安全性 据了解在去年八月封桥之后 公所请技师评估并且进行补墙 观察时间需要半年才能决定是否可以再开放 而今天的会刊当中 水利局也带来了监测与评估的报告 并且实地爬梯下桥去观看 未来将渴望可以开放 那水利局也在先前派了这个单位来做检测 确定这条桥这个承载力各方面都没有问题 然后也会发公文给我们石门区公所 告诉他们可以恢复通行 那希望这条便桥可以发挥它的这个功能 让附近的居民呢 可以使用这条便桥 然后到他们的土地去做耕作 水利局提出近期监测与实际观察的报告 显示桥列并不伤及结构 因此民众行走是并无大碍 另外公所也针对桥体桥面的裂痕进行补强 市议员表示 专业的评估报告显示行走无语 未来也将会督促公所尽快开放通行 让农友耕作不受限制 也不必担忧过桥的危险 记得到平函 石门采访报道